《逢星期五的生命遠善》 接下來播放的逢星期五的《生命遠善》 藉著多套經典電影和你分享感動人心的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逢星期一的《基督教文藝博覽》 藉著不同的藝術元素 帶給你思考信仰的新角度 還有就是逢星期三的《信仰講清楚》 討論各種有趣的信仰話題 一三五真正傳播都有這麼多精彩的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教會內有沒有籃球隊或接觸青少年人的活動 有的 我們教會有一支籃球隊每年都有參加 這個播度總會舉辦的聖結杯 我們也有一位打籃球很出色的一個傳導人 他周不時會在灣仔修等球場 帶領一些青少年人來一起打球 甚至帶領他們信主 對呀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一個機構 藍球體育事工 他們是發揚藍球運動裏面一個愛倫社 和認錯的基督精神 去幫一些不能夠坐定定去學習的年輕人 透過參加團體運動去成長去改變 在籃球場上面 他們都學會了怎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和彼此關愛 我們一齊看看今集這個故事 第一球就傳到那邊 傳到那邊 然後傳到那邊 那個人就傳到那個人的後面 好… 好… 來吧 我講到兩年之前 參與這個籃球 和兩年之後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得獎是甚麼 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得獎 就是…處事 就是又認識到一大班朋友 不是全部都是一間學校的 還有教練Galaxy 也教了很多代人處事的東西 除了打球之外 有些分享也學到東西 我試過一次 在這個球場上 有一個很嚴重的受傷 他們真的… 很… 是你受傷嗎? 我受傷 他們真的很照顧 對… 全部人在打球 都立即在一起 即是那一刻 比較… 很受感動 很受感動 即是… 有一群這樣的 很值得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 跟另一個教會的比賽 那就… 嗯… 不知道是… 是Social 就入球 平手 整隊的士氣 就高了 嗯 大家都很努力地打 嗯… 雖然最後都是輸一分 是呀… 是呀, 但也很開心 除了一起練球很開心之外 我還發現青少年人很欣賞他們的教練 除了我打球厲害之外 我覺得他處事很有條理 每件事都處理得很好 我復他, 你復他甚麼 一個好球的人就要復他 一個好球的人, 是呀 他說的東西你復學我嗎? 打球可以教他們 可能考試不合格 某些事做得不好, 不用跳樓死 還有很多機會 我們再等下一次, 再努力 其實最初Galax 怎樣可以令青少年人禁服他呢? 最初當然用一個球技 或者是教球的形式 去跟他有一個接觸點 當你能夠真正地跟他相處 再加上你的教球是能夠教他 他學得到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聽你說話 加油 可以了, 喝一會兒, 喝一會兒 三秒 還有五秒 全聰… 嘉安在未做籃球幹事之前 原來本來也是由球員出身 後來因為博士托他學校外展 而認識籃球體育事工 而當年他的教練就是博士 也就是今天籃球體育事工的總幹事 其實大家快要考試了 實情怎麼樣? 他會考…是任何要考的 其實中了自己的力就行了 我不要那麼害怕,好像很害怕 之後分配好些時間 其實… 學校現在都在做文章文章 對… 經常補貨 戴手過來 1、2、3… 過陣 我自己中四的時候打學界 其實我記得我第二天要考試 究竟我應該1輸還是打球呢 變成我那個時候的情況 我有點鬧情緒 結果那場博士是完全不讓我出的 我原來都拿了一本書 但我自己來說 心裡不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來了,為甚麼你不幫我打呢 我沒有跟他們練習 我自己去了1輸 當我真的到比賽開始之後 到完結了 博士之後再跟我說 其實你自己都坐在球場了 為甚麼你不回家溫 如果你落到來的時候 其實你有心理想打球 那為甚麼你還要坐在這裡溫習呢 為甚麼不打球才溫 那你不如這樣就可以全心全意 對了,為甚麼我是溫習 為甚麼我不回家溫呢 為甚麼還要坐在球場呢 會否我真的想打球呢 到過了一段時間 博士會再詢問我們自己 譬如你讀書讀得怎樣 或者有甚麼不開心 或者這樣 其實我想未必每個教練會這樣做 變成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是一群純粹喜歡打球的人 變成有個教練這樣關心我們 變成令我們會覺得 這個教練我們都可以跟得過 其實博士原名是蕭瑞智 在中學時期已經非常熱愛籃球運動 後來加入了突破少年 負責以青少年為對象的博士哥哥信箱 就是這樣, 人人都叫他做博士 期間因為負責女子籃球隊 而深深體會到 用籃球運動去接觸青少年人 是非常有效 所以後來創辦了籃球體育事工 在我身邊就是 籃球體育事工的總幹事蕭瑞智先生 不過, 每個人都叫做博士 不如我叫你做博士好嗎? 好… 博士想問問你 其實有這麼多種球類活動當中 為甚麼你對籃球偏偏情有獨鍾 選擇他為全夫這樣的工具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都很喜歡打籃球的 我發覺現在一般的時下年輕人 你叫他坐定聽你說耶穌 就不用指望 我們很多時候反而去到球場 跟他做教練 跟他一起打球 大家一起掃落之後 反而無所不談 他就可以跟他談很多不同的話題 交友戀愛、聖誠、成長 很多的話題反而可以啟發他 上個星期就跟大家說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有機會親身去參與他們的練習 對於博士剛才所說的 都有一個很深刻的題會 你問人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此不與怪, 現實 自己人世間都還沒想過 鬼神之說, 我暫且不談 然後呢, 看一件事發現自己做甚麼? 沒有穿衣服, 非常親感 師兄, 你拿了多少分? 以前我都挺高分的 你是不是只是沒有穿三個段 拿高分? 有一個挺特別的感覺 就是他們的投入程度也很高 他們的參與性不是你自己說的 很多人對各方面都有意見 其實你對這方面 是不是跟你表達出來很有關係? 其實我相信是的 因為一般我們還是在學校的教學上 單向性的來跟他們說的時候 其實這一代的年輕人是很難接受的 反而你有時可能有一點無聊的事 或是在信仰上的事的時候 他們會更加容易受落 更加容易記得, 多一點發言 對於一些坐不定的青少年人來說 強迫他們回教會 無疑只會令他們更反感和抗拒 但是叫他們去練球就一定樂於奉陪 來到打算純粹打籃球 突然打打蝦叫你停下來 那你有甚麼感覺? 沒所謂, 只是聊聊天而已 你不會覺得很突然? 不一般, 也不會的 也聽一下模仿的 可能是有件事, 打球寄託 然後順便說聽道之類的事 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 說到跟青少年人相處 男體總監阿生 就更加有他自己一套 在球場上多年累積的心得 你要開放自己 要有耐性和忍讓 因為有時他們都會疹你 或是會不聽你說的 如果你是真心有愛心 就是讓你感覺到你是愛他們 喜歡他們的時候 一段時間後, 他們都會和你合作 可以和你聊天 我們很抗拒 被別人下半場入了四、五、三分 然後我們也有入球 因為上半場和下半場差不多分 然後被別人入了十多分 然後我們有一段時間打得很差 然後大家互相鼓勵, 對吧 對, 大家在喊 然後我們很合力地贏他們的分 我們要請吃飯 飯贏幾分, 對 成立多年的籃球體育事工 除了辦訓練班之外 近年更加組織大試球隊 在球場上遮著籃球友誼賽和遊戲 和青少年人分享他們的信仰和經歷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看 ball 你們在後面 好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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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看到嗎 當大家這裡十多二十人 成百人全部都要爭第一 那個情況是什麼呀 一片混亂 這一樣的混亂呢 就是現實世界上現在出現了 在神創造我們的時候 有沒有跟各位說 你一定要贏人 一定要贏了所有人 做到第一你才是聰明 博先生我知道 其實藍球和基督教 都很有深厚的淵源 可否跟我們講解 在百多年前 在美國春天大學神學院裡面 有個叫做 內史密斯博士 他花了很多心思 發明這個藍球 他覺得當時的美式足球 比較暴力 以及以大壓勢 他想發明了運動去抗衡 發明了藍球 藍球他本身就很有基督精神 他有兩個精神 一個就是要認罪 就是你比賽的時候 每人有五次犯規的機會 你犯規就要舉手 第二就是 很多球例都規範進攻的球員 防守球員 大家在空間 身體接觸裡面互相尊重 就不可以彼此侵犯 不一定要打 不要浪費這球 好 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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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汁, 茄汁是怎樣的? 茄汁, 是嗎? 你認識好東西嗎? 我告訴你, 你知道你說甚麼嗎? 蜜蜜醬汁 當然, 別忘記自己分享一下 最主要是分享我以前的失敗 Galix在中學時期 三次會考不合格 經歷了很多次失敗 但並沒有因此而放棄 終於在加拿大 完成他的籃球教練文憑 回來香港之後 就加入了藍體這個大家庭 踏上球場, 分享他怎樣憑著信仰 勝過失敗的經歷 我可以告訴你 過往, 你想想 一個三次會考不合格的人 會否還有一個希望呢? 很難… 但今天我在籃球的時候已經做了 第二年加多一半 兩年後的時間 兩年後的時間 我希望用藍球來幫助一些年輕人 再者, 我知道藍球可以令到很多人在生命上有得益 當然, 我很希望利用這個藍球 令到更多年輕人來信耶穌 因為心理教練是耶穌基督 藍球場的教練有很多 但真正的心理教練是誰? 耶穌基督 他可以花虎紐的神經 將各三次會考慮的雙條體的人 可以帶來信仰 今天可以參與他們的信仰 說到過來人的經歷 家安除了是大肆球隊成員之外 現在更加是籃球幹事 最初由球員身分轉為教練身分 對他來說, 模擬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在自己當球員的時候 其實我會想著一些比賽 想著怎樣可以去贏比賽 或者想著怎樣可以跟隊友之間建立關係 到我轉為教練的時候 其實自己就發覺原來是第二個世界 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要做一個好的教練 開頭的時候很心灰意冷 因為發覺是說他不聽或是怎樣 但回想起來 其實自己以前也是一樣 同樣未必人家說我立即聽 或者是這樣 我就會發覺 你自己也這麼難才能聽到 為何不再給別人機會 變成自己的動力 這也是極了一個動力 我也試試將這件事教訓給神 好 大家圍在一起一起吧, 好嗎 伸著肩膀一起一起吧 天父, 我可以繼續把這個球隊交上給你 我們是…我知道我們是一家人 都求主, 你可以保守我們 加添我們的力量 我們都可能要面對很多會考 或者很多讀書 或者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但是我們知道主, 你給我們機會 可以來到這個時候 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是為主, 你作見證… 家安, Galex, 阿森 在他們的教練生涯之中 和過不少青少年人一起 經歷過喜喜樂樂 難忘的事更加是多不勝數 最深刻的是我教一個小朋友打球 他長得很高大, 差不多六尺一二 身材也很大健 但他每次在籃底射球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射不進 當時自己也會罵他 隊友也會罵他 也會罵他, 喂, 這樣也射不進球 但有一次跟他聊天 就了解回原來他每一次 跳起射球的時候 原本是射了一點就會進 但每一次上去的時候 就會改變了自己的主意 然後再深入了解他的時候 原來他學打球的時候 就常常被一個教練罵 以及被隊友欺負他 說他大較壞 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了解之後 在練球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鼓勵他多一點 以及叫隊友盡量鼓勵 要用鼓勵的話多一點 建立他的自信心 這間的青磁鄰也成為了很好 在教會也信了主 回教會 教會也有說服 帶再細一點的青磁鄰 打球、練球 如果本身我的信仰是教導 我們是怎樣做的時候 他自然會吸收得到 究竟這個信仰裡面 帶了這個人 他怎樣做一件事 或者面對一個人的時候 他們也會即時吸收到一些經驗 另一方面 當我們幫助到他的時候 他會覺得這是好朋友 例如我的球隊 全部都是大部份 九成的學生都是去年會考的 在他們放榜的時候 我去親身跟他們一起去找學校 去跟他們一起放榜 一起去感受 跟我們家長去聊天 甚至去看看哪裏有些方法 不如這樣…好嗎…試一下 在那時候 大家真的正正正做到 一起去面對那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我自己很開心 今天就教會和藍球體育時空在一起 我們開發了很多福音的球隊 我們體會到 我們信仰不應該放在幾棟牆裡面 我們應該衝破幾棟牆 我們在球場裡面都是一個很大的和場 我們在那裡跟青少爺一起成長 所以他們在其中的一種 也會要對他們的認識 是甚麼是真理和信仰 Tandy 藍球體育時空推行很多年 究竟外界的反應你們知道嗎 對於一些教會、學校、中心來說 他們主動邀請我們藍球體育士工 去教球、活動、比賽多了很多 我相信原因是我們在玩樂當中 去教一些清晨球技當中 更可以幫助他們在紀律當中守紀律 甚至是一些學校覺得坐不定的同學 可以讓他們在球場多中聽教練的話 又可以學到東西的時候 老師和其他導師看到當中的改變 就覺得很厲害 所以邀請我們去幫忙教球 今天的藍球體育士工 不再單單局限用藍球接觸青少年 更藉著腔體活動去接觸初小學生 甚至舉辦一些親子活動 讓父母和子女一起參與 甚至去戒毒所和監獄 主動去接觸不同層面的青少年 讓他們在玩樂當中 輕鬆當中去經歷信仰,體驗生命 藍球場再不僅是一個球技切磋的地方 藍球場成為了師徒之間 以生命影響生命 共同實踐信仰的地方 盼望球場上每一個球員 都能夠找到他們生命中 獨一無二的教練 入圍圖的地方 藍球場地上 遙遙於你啟戀香港創 今生的雀哪 從初見 釀灑 逆盼 爭取 不再拼拼 就讓現在抓緊心來 打熱池的希望 合力在這盤榮 鬧事給主愛彰顯 為著實現貫徹理想 不憂不退後 教授世界不分昼夜 齊摘美腹外 要用我一生結晉同虛 創造靈體之一 創造靈體之一 走… 狠狠 劍 劍 我們剛才看完這個見證 我覺得很受感動 這一班是籃球隊的教練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他們要教青少年人打好一場球 不只是增進球技 還要他們學習為何來代人處事 以至他們整個籃球隊 可以打出一個很出色的隊形 才能夠比賽有機會拿到勝利 我覺得人生裏面都是不容易的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當我們要成長 我們有突破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很堅定不移 去認定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實神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才幹 但我們要付出努力代價 我們有目標 我們也有這個儀仗 我們一起去努力 以及去得著那個成果 我亦都在這個見證裏面 我看見原來籃球這種比賽 是反映著基督的精神 一場籃球賽 每個球員可以容許你五次犯規 但你每一次犯規 求證一吹罰的時候 你要舉手 你要認錯 你要承認 你真的犯了規 等於我們要舉手 我們要認罪 我們是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們要敢於承擔責任 以及肯去面對我們所做錯的事 這一種很坦誠的 去認罪 其實確實是 嬌教裡頭是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我們知道 好像壬一書說到 只要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公義的 神亦都有這種問題當中 祂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的不義 但我們必須要肯承認 我們所犯的罪 第二方面 他們有很多球例去規範 進攻和防守的籃球隊的隊員 這就是要學習彼此會互相尊重 原來一場比賽中 是會有碰撞 但也要打得有君子的風度 多謝牧師你的分享 其實也知道 服侍青少年人站在前線 都一定面對很多挑戰 無論是籃球的事工 又或者其他事工都一樣 不如我們今集 為他們祈禱 去支持他們 無論是籃球事工 或者其他機構 或者其他牧者 甚至乎其他基督徒 總之站在前線 服侍青少年人 我們一起為祈禱 好 我們一起同心祈禱 親愛天父上帝 我們很感謝你 因為你給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 都有你賦予的恩賜財華 求主給我們不灰心 讓我們在我們人生 不同的歷程和階段 都能夠掌握 很找到上帝給我們的恩賜財降 以至我們能夠好去發揮 那種的角色 又能夠貢獻 無論在社會上 在我們家庭 或者我們工作間 甚至在我們的教會當中 都能夠是可以榮神益人 求天父你特別幫助 每一個是做青少年的事工的 無論是牧者 或者機構的童工 主是你給他們心中柔和謙卑 亦都是帶著這一份的慈愛和憐憫 讓他們真是有這個基督的心場 讓他們真是效法保羅 很好的去牧養他們的時候 能夠帶著上帝你自己的說話真理 亦都能夠在生命裡頭 成為他們的榜樣 能夠示範出這一種 真是生命教練的那種的見證 願意上主你親自來到 要是堅立每一個 真是忠心在你的聖宮裡頭 每一個牧者和機構的童工 求主大大恩代幫助他們 我們為我們這個時代 很多的青少年事工的需要 我們仰望你 求主親自幫助我們 讓我們真是相信 靠著討告 亦都我們敢於去承擔這個挑戰 我們好好去關心 牧養和與青少年人同行 將他們一起帶到上帝所期待的 他們作你自己的門徒 這個榮美的生命歷程 主要你親自在當中帶領我們 我們同心合意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聖名求 阿門 謝謝牧師 不要客氣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都希望你繼續和我們同行 希望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生命遠善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還有留言給我們 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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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